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分享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购物过程中一些容易犯的错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买房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只关注房屋外观 而忽略了周边环境,我们通常会很关注 房屋外观是否美观,但是周边环境同样重要 我们要考虑交通是否方便,周边设施是否完善 是否闹区等等因素 第二个错误是,只看室内装修 而忽略了房屋的结构和设计,当我们购买房屋时 室内装修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房屋的结构和设计也同样重要 我们要关注房屋的采光情况,房间格局,屋林等等因素 第三个错误是,忽略房屋的产权问题 在购买房屋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房屋的证件 确保房屋的产权是否清晰,是否存在争议等等问题 第四个错误是,超出预算购乌 在购买房屋之前,我们一定要制定好预算 不要超出自己的负担能力 否则,购乌后可能会面临经济压力 第五个错误是,不了解贷款信息 当我们需要贷款购乌时,一定要仔细了解贷款信息 包括利率,还款方式,贷款期限等等 不要盲目签署贷款合同 以免后期出现问题 最后一个错误是,不了解房众服务 当我们需要通过房众购乌时,一定要了解房众的服务 包括收费标准,代办手续等等 我们也要仔细阅读合同 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 那么,以上就是购物容易犯的六个错误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购物有帮助的话 欢迎持续订阅关注我们 有房屋或土地要委托我们买卖的话 也欢迎洽询联络我们